大家好我是文睿几天前呢我做了一个视频啊在视频当中就谈到习近平和其他的这个政局常委啊很长时间没有出来没有露面 当时呢就是栗战书是一个例外了整体上吧就是这些人很长时间没有出来了 呃一般来讲哈就说我做完类似这样的视频以前我也做过这样的视频说习近平多少天没有出来了哈也做过 然后呢就是一般我话音刚落当天哎习近平就出来了或者第二天就出来了然后很多人就过来奚落我说你看你就随便在这分析你看人家不出来了吗人家挺好的对不对 我当时就是那天我做了这个视频以后我觉得没准习近平当天或者第二天也就能出来了 但是呢又等了这么几天哈这快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到今天可能12天了吧习近平一直没有出来 但是其他的那个政局常委有几个人出来了但是习近平呢一直没有出来这个事情呢就比较这个就是得好好分析一下 当然他有他也有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吧比如说打电话了或者写个什么信了有他的新闻但是他本人的这个视频没有没有新的 呃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一般来讲吧就是到了八月份哈七月末八月初开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段时间出现这样的事情 就值得咱们来仔细再深入分析一下呃我觉得目前这个体制内啊他们肯定出了出了很大的问题 但这都是我自己的分析了啊仅供大家参考这里面大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路线上的这种斗争 主要体现在哪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他现在想要搞这个文革嘛啊想要搞这个毛泽东的一套可能他要趁这个一百年这个中共一百年这个呃时间点吧把这个风先吹起来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呢可能在体制内遭到了很多的这种反对的声音这是我的判断哈那有人说你怎么知道习近平啊要搞这个文革啊其实这个吧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最近这两天哈就是类似这样的信息这样的图片这样的视频越来越多除了跳中字舞的就特别是穿那个军装哈就蓝色的和这个绿色的那个军装啊 就是各种各种各样的表现表现的越来越那个怎么说呢荒诞 大家可能看到了哈然后最近还出现什么呢就是就是开始这个唱样板戏你知道吧就谈到这个样板戏啊就是我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觉得那是那是一个历史那是就是说总觉得那是一个很久远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这样板戏在中国也开始演了哈 然后呢昨天还看到一段视频是这个孔庆东的一段视频啊他说了很多话哈中间有这么两句我给大家念一下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毛泽东思想你看这话说的然后他还说什么呢人类艺术的高峰就是样板戏不可超越 你看这话说的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非常荒谬啊但是他还是这么说习近平会不会觉得很荒谬的这个事情 对吧就是像孔庆通这些人吧他们我做别的行不行咱们不知道就是他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揣摩上意他知道上面的人是怎么想的对吧你们怎么想你老百姓怎么想他们根本不管不管他就让他说实的话要让上面的人高兴 其实这个事情呢你仔细分析一下啊就说比如说啊有一个人跟我聊天公开聊天说文睿你是这个整个这些自媒体当中做的最好的我就非常非常喜欢看你的节目别人的节目看不看都行但是你的节目一定要看你是最好的最厉害的就这番话说出来以后吧就是如果有第三者旁边的人看啊他会觉得这个人说话很很荒谬啊 对吧比如别人被厉害的人特别多对不对但是这话呢我听了以后我会有什么感觉其实我也知道他可能说的是在恭维我是在这个夸我是在说一些比较这个离谱的话但是呢我心里面可能会觉得挺受用挺舒服起码在那一瞬间是那样哈所以说你说现在习近平想搞这个文革 然后有人就给他送架头说这个啊毛东思想如何如何样板戏如何如何对吧孔庆东这么一讲他可能也知道孔庆东说的都是不是心里话说的都是假的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比较受用的所以说从孔庆东他说的这番话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看到习近平他心里面的真实的这种想法他就是要改变这个路线但是呢在体制内的这种压力啊这种这种 反对声音肯定也很大那有人说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啊最近不就是看到那个温家宝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吗而且他说的话吧也是很怎么说呢都是绕着弯说也不敢直接说而且还是发表在这个傲慢的一个媒体上对不对这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或者有人说了也就是刘鹤的有一篇文章那还是多少年前的文章还不是刘鹤自己找出来的还是别人找出来对不对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呢是吧 当然大家这么想吧可能有大家的这种道理不过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在很多年前当时薄熙来搞这个唱红打黑吗他不就是要搞毛泽东的一趟吗当时后来他被最后拿下吧有很多原因了但这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他的这套做法很多人是反对的有人说是温家宝最后努力把他拿下的温家宝能跟这个薄熙来比吗就是他们的势力背后的势力人家薄熙来那可是根正苗红的 红二代对不对后面势力非常大温家宝说白了他就是一个草个儿出身吗温家宝拿什么去跟这个薄熙来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敢在这个2012年那个就是记者会让他敢那么说对不对他就是因为支持温家宝的人也很多典型的就是那个胡锦涛嘛对不对也有很多人他是反对这个文革的所以最后薄熙来下去了当然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大致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习近平要这么搞的话 反对他的人肯定也会很多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种这个路线斗争的出现当然有人说了说这个习近平已经麻烦很多了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搞还要进一步给自己树立这么多反对的这种力量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已经存在了很多反对他的这个群体力量了不是说他搞了文革他想搞文革才产生这种反对的势力不是这样他已经有很多反对 他的这个势力了恰恰他是要通过这种搞文革的方式让这些人闭嘴让这些人不要说话或者你再不听话就把你拿下是这么一个逻辑那说到这儿呢有时候很多人可能还会想说这个文革怎么搞啊对不对你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怎么搞这个文革啊对吧你说唱个样板戏吧对吧跳个松子舞现在的人他就是图个乐你说小孩他知道什么呀他就是老师让他们 教老师教他就跟着这么跳对不对他跟以前真正那个文革时期那完全不一样的呃大家这么说吧也有一定道理好但是呢这里面啊只要习近平把这个风吹起来就说他可能还没搞呢他就说他要搞这个文革二次文革只要在全国造成这种舆论那么体制那些人他们就会很紧张因为那些人可能都五六十岁了对吧六七十岁 他们像我没有那种文革的记忆他们的文革的记忆是很清晰的他们深切的知道文革当时的那个情况对吧那么文革搞不搞先不说他先把这个风吹起来就说要搞这些人就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他就非常害怕了很多人腿软就臣服于习近平了就听习近平的了就是这样的 就像这个打土豪分田地似的把这个风先吹起来我也先不动你对不对我只要先吹起来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的那个情况然后呢要钱他就得给钱要物他就得给物了就是先让你腿软了这个吧我想可能也是习近平他的一个套路吧怎么说呢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马上就是到这一百年了嘛然后到这个明年二十大习近平他个人的想法呢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权力啊全部没有任何杂志的集中在自己手里嗯他搞搞这个文革啊或者吹这个风都是一种手段了那本质呢就是他心里面的这种不安他还怕被清算因为他做了太多的错事这是他最终本质的东西总之吧后续的发展咱们还有一点点看哈也不知道习近平什么什么时候能出来没事今天晚上就出来了哈行今天就聊这么多咱们下一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